這一週呢更新了一台新車 這個新車就是跟泡泡大亂鬥去連動的 這台車叫L4HC V1 活動車的框都是這一種青色的框 它應該是一把槍啦 那泡泡大亂鬥我已經是好久沒有玩了 上次玩可能在10年前吧 那這台車是L型的超負荷加速系統 然後一樣是20%就可以觸發 它的數據是1040、1024、935、920跟510的機器速度 數據上來講並不亮眼 整體的外觀 那個車主是有貼這個夜空貼膜 讓整個車好看很多 那原本車的外貌是這樣 銀色的比較偏鐵灰的一個色系 我個人是蠻喜歡這個外觀的 很有科技感 那外觀是主觀的 成績是客觀的 還是要來測一下這個車的一個整體速度 卡拉卡拉 卡拉 中間還有一個準星你看 車星偏大了一點 看車頭很短 整體手感偏滑 欸手感很不錯欸 跟他這個比較笨重的外觀不太想配 手感很像是很舒服的 很軟的手感 軟中帶一點滑滑的感覺 他整個車型開起來比較像雷之爆裂 藍色那台爆裂 但他的車頭又比那台車再短 他離心力還是比較大一點 只是簡單的甩一個彎 他的車還是傾斜的幅度還挺大的 然後導動 放鬆 解僱了 這個車手感的確是很不錯 但數據表現上沒有來得這麼好 剛剛跑了一個是35.27的成績 的確是有機會可以到34 但是整體來講我覺得這個車的速度偏中吧 感覺就介於馬拉松跟這個黑浦 介於馬拉松跟風明之間 但手感上的確是很不錯 重心應該也是很不錯的 來看一下 然後我有注意到一點 就是這個車的轉向幅度很大 就是你只要輕輕按一下方向前右 或者方向前左 他的轉彎的幅度就很大 比起其他車大 應該說很靈敏吧 看一下 重心表現 嗯沒想像中那麼好 一般吧 這個重心比較一般 好啦實戰兩三把看看 直接丟 對阿就跟其他紫光色沒有太大的差別 但他是一台特殊方的車所以我也不太確定之後如果還有紫光的比賽他能不能上場 他的確是紫光的速度 他的確紫光的速度加上紫光的旗袍 但是他的框是一個特殊方 所以 這真的是不好講 這個車我真的覺得 如果你不是一個那麼在意速度的選手 你比較在意手感 這台車的話呢 這台車的手感也是很不錯的 這台車的手感也是很不錯的 有一點 遊俠的感覺 但他的 唉唷 出世了 嘿嘿嘿 但他的 怎麼講 集氣量比較少一點 對於新手來講可能沒那麼友善 然後他整體手感也比較滑一點 所以你有蠻大的可能就是你甩一甩你就突然飄出內彎了 你內道就讓給人家了 因為他的離心力蠻大的 他是一直幫你帶出去的那種 泡泡大亂鬥我覺得也是一個很不錯的遊戲 只是倒了就很可惜 以前我也玩的很兇啊 我youtube上面還有一些 之前玩泡泡大亂鬥的照片跟影片 等一下無聊可以給大家看 唉 這一旁感覺可以 這一旁剛好全部都是紫光車 而且都是比較屬於大眾的紫光車 唉來對比一下 我先開一顆 我覺得這一台是 小數的L型 超越車種 大部分的超越其實新車都做B型 所以這台車如果真的未來啦 紫光車比賽繼續比的話 這一台如果被穿到紫光車的範疇 這台車是很不錯的 英特拉格斯也就是81賽道 有可能可以出的 而且手感的確也是很不錯的 跑起來很舒服 還不錯啦 但你如果是講究CP值的話 這台車 因為他是要透過產包買的 如果你比較講究CP值 這台車可能就比較不適合買 我們再換一個圖吧 看一下他超越累積的時間快慢 看一下第二拳才能試 玩到的速度其實也挺快的 還蠻超越的 哎呦哎呦哎呦 糟糕 好吧 好像看不了 那他超越集的速度好像 也是比一般L型再快一些 蠻奇怪怪的 沒問題 欸 來吧 欸 這邊 欸 怎麼辦 喔!R8被我倒追一圈 好像不需要R8了耶 還是怎麼樣呢 好啦 簡單給大家看一下以前玩 泡沫道任兜的影片 這個也是十年前的嗎 我以前花錢也花得很兇 哇!失誤了 喔!漂亮! 再踢 我看以前那些人都可以一直滾 我都不會一直滾 一直滾 一直滾 好啦 以前這遊戲也是 真的也是不錯的遊戲 這個是2013的 將近十年前 在十年後的現在 出了這個泡泡大亂鬥 國歌叫泡泡戰士的寶石組合 好啦 簡單做個結論 但這台車呢 如果你對於泡泡大亂鬥有情懷的 你是可以刻一下的 數據面上表現雖然說不是很亮眼 但勝在它的手感好 外觀也蠻有科技感的 再加上它是一台蠻有情懷的車啦 因為畢竟是跟其他遊戲聯動的一個活動車 所以收藏價值挺高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刻一下的 嗯 再見